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你怎么知道的 刚才拿你钱包的时候 首先想看你的身份证处照 你 还好我跑得快 要不然商场都关门了 生日快乐 电竞花木兰 你们俩另外够了吗 我们几个真的是有点饿了 能吃蛋糕了吗 其实我都不打算过生日了 快要比赛了 过不过都差不多 就算要打比赛 生日也要过 对啊 快快快 赶紧许个月 对 来 许个月 最后就会幸运 都不高 但是自己生活 不会 calculate 2021年 就会外困 BB 你不喜欢 你 whether 找你 rupees workers 要 微笑项链 今年买项链 明年买酸妾 附赠结婚证一招 好看吗 好看 你戴什么都好看 喝茶 谢谢叔叔 叔叔您坐 已经弄好了 您看看 这么快啊 哦 好 好好好 瑶瑶的手 是不是好多了 她手已经好了 叔叔您放心 我们家瑶瑶啊 表面大大咧咧 实际上呢 还是挺敏感的 眼睛里绝对揉不得沙子 对待感情 非黑即白 叔叔 我了解 你们俩在一起 我不反对 但作为她的父亲 我必须要当面和你确定一下 你是不是认真的 有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你们的未来 还是一时兴起 我知道 你们搞职业的有很多女粉丝 特别是 特别是 像你这样的 如果 是那种无所谓的态度 我就不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咱们俩 丑话说在前面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女儿 这个我必须要你确定 叔叔 您放心 我一定会对她负责到底 毕竟 像童谣这么好的女孩 我再也遇不到了 好 早点休息 明天准备备战 备战 队长 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是不是 你就没有什么事情 要跟我们解释一下的吗 你想让我说什么 老猫 你冷静点 那我说了 你训练这几天天早出王 乖干什么去了 心神不灵心不在焉 明神跟他来讲战术 你人在这 魂在吗 战术你听进去几个字 还有 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不按照我们训练那样 拿小松玩 你拿一个妖狐干嘛 你凭什么改变明神的战术 我们这群人一肚子疑惑 你就不准备说两句吗 你别告诉我 你拿个妖狐就为了秀教皇一脸 比赛之前 我在走廊的时候听见你这么跟明神说的 老猫 诚哥 我只需要一个解释 童达几是怎样练成的发铁人 你发黑铁系刀片 Smiley小姐姐到底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臭标的 你骂童谣居心何在 还系刀片 脑子有病吧 现实生活中 你是不是很压抑啊 又开黑铁又系刀片 拨主你妈买菜必涨价 你出门必踩臭狗屎 上厕所避忘带纸 各位Smiley粉丝们 别在这里秀智商的好发 人肉素人博主 你们还要点碧莲不 人肉一个小姑娘 真有你的通大姐 赶快给人家道歉 这有什么意思 受害者还没说话 你们先跳出来指责受害者 还有良心吗 我就是你们口中蛇不赦的 默默是大魔王 童谣旗是紫阳炼成的 发帖人就是我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初三学生 一个曾经日爱ZGDX战队 Chess们的忠实粉丝 也是一名医疆患者 这是我今年三月份 从第一人民医院拿到的 中毒抑郁症诊断书 从那时候到现在 我也一直在吃药 本来情况已经有所好转 可是 你们的人肉行为 已经干涉到了我的生活 我从被人肉的那一刻起 我已经四十八小时没有喝过烟了 我太累了 也太失望 太害怕了 就这样结束了 永远 最近网上对Smiling有非常多的质疑 请问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Smiling是个很好的人 那些说他的人大概永远都不会知道 也不想知道他的好 Smiling他是一个很好的职业选手 注意 我说的是职业选手 谁在说Smiling姐姐坏话 我说什么 我能说什么 我奉劝各位 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你们也不要在我的直播间 或是我们队伍任何一个人的直播间里 带Smiling的节奏 看不懂比赛的人就别乱说话丢人了好吧 我的房间没有Smiling姐姐坏话 没意思 会疯的 不可以 禁止 疯掉